龙王须 龙族三大至宝里唯一带有硬性控制的神器 他看起来就像一根巨龙的胡须 表面流光一彩 蕴含着强大的龙之力 捆天捆地捆万物 萧星宇因为大意被龙王须禁锢捆绑 越是挣扎 龙王须收缩的幅度越大 几乎要将萧星宇的骨骼勒断 剧痛之下 萧星宇试图操控亡灵之书 但体内的灵力池没有一丝动静 情况不妙 灵力被封禁了 龙王须有一个特殊的属性效果 被他禁锢的御寿师 灵力池会处于封锁状态 无法使用灵力 黑暗之中 足以冻结灵魂的寒意 朝着萧星宇扑面而来 上官兰出现在萧星宇的面前 神色冷峻 浑身每一寸肌肤都覆盖着冰霜 他抬起御手 触碰到萧星宇的骷髅面具 让我看看 你真正的面目 上官兰对这位新登基的永夜君王充满好奇 他迫切想要知道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能够完全继承上官童的衣钵 成为《亡灵之书》的新主人 为了避免身份暴露 萧星宇不得不拿出底牌 召唤龙之类 就在萧星宇打算开启 时间回溯 一道裹挟着相逢的倩影 从一侧袭来 喷双拳对轰 泛滥的龙之力在空中激荡不止 产生的余波几乎摧毁整座战场 上官兰眼里流露惊恶 翻身后退数十米 此刻萧星宇的身边 出现一个身披翡翠色长袍的女子 该女子头戴斗笠 整张脸被黑色面罩遮挡 只露出一双苍翠的龙童 以及挺翘的鼻梁 从这副打扮来看 她像极乐武侠世界中的一代女侠 高挑的英姿 散发出里兰圆指的气质 她的右手上 覆盖一片片翡翠般郁润的龙铃 她的龙童 在黑暗中就像夜明珠般璀璨 刚才就是这个女子 一拳与上官兰对轰 帮萧星宇解围的同时 将上官兰击退数十米 这是萧星宇第一次见到 这个身份不祥的女子 但总感觉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下一秒 萧星宇惊得目瞪口呆 用看怪物一般的眼神 看着身边的骑女子 就在一刹之间 女子以生猛粗暴的方式 徒手扯开萧星宇身上的龙王须 龙王须脱落后 宛如游蛇如动 重新回到上官兰的手腕 上官兰的表情产生微妙变化 语气里融合了复杂的情感 飞 你这名字都是我给你取的 却与萧烈焰为伍 与我为敌 萧星宇侧目盯着蒙面女子 内心满是好奇 她叫飞 燕蒙的人 什么来头 上官兰的声音 在萧星宇的脑海里响起 她是龙文使 师父 龙文使是什么 就是专门负责记载龙族历史 掌管龙族启示录的直接 其血脉必须是人与龙混血 相当于整个龙族的管家 这里是处处充满危机的战场 上官童无法做出详细的解释 只能简单提了一句 龙文使 斐 看起来 她和上官兰之间 似乎有特别的关系 身为龙族的管家 在屠龙大战开启之前 斐一直跟随在上官兰的身边 直到屠龙大战结束 一切都变了 上官兰与萧烈焰决裂 斐离开上官兰 选择站在萧烈焰的身边 这其中的隐情 只有当事人知道 又或者当事人所看到的景象 也并非真相 兰 你不能杀她 斐的声音 经过特殊的处理 听起来就像老巫婆的嗓音一样 显然不是原声 为什么 难道你知道这个家伙的身份 你只需要记住 你不能杀她 斐重复道 并不解释缘由 上官兰声音低沉 眸光逐渐冰冷 如今 她已经与亡灵之书 融合 继承了同的一切 我若不杀她 怎么拿回同的一切 斐发出灵魂拷问 你有没有想过 她为什么能得到同的认可 继承同的一波 上官兰正了一下 灵力如刀的目光 再次锁定永夜君王 内心思绪翻涌 难道她才是同的儿子 如果她是 那萧星宇呢 此前 上官兰一直怀疑 萧星宇有可能是 上官同留下的孩子 毕竟萧星宇能够驾驭 冥王卷轴 在修习亡灵法阵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 但若是拿出来比较 永夜君王可以融合 亡灵之书 直接继承上官同的一切 这么一笔 永夜君王是 上官兰千算万算 都算不到眼前的永夜君王 就是她最器重的萧星宇 人在局中 往往无法看透全局 聪明一世的上官兰 猜测过萧星宇 跟上官同有血缘关系 此刻又猜测 永夜君王与上官同 有血缘关系 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她本身是 上官同的孪生姐姐 与上官同是血脉之亲 既然如此 她为何不去怀疑自己 跟萧星宇 又或者跟永夜君王 是否可能存在血缘关系 问题的根本 在于上官兰的记忆 她的记忆里 自己没有孩子 没有丈夫 只有一个复兴的未婚夫 萧烈焰 记忆不一定是真相 也有可能是被修改过的假象 扑朔迷离的屠龙大战 结局不明的龙王记 让真相沉沦在谜团之中 谁能扒开一层层的迷雾 就能窥探真相的依儿 So 上官兰突然发动攻击 麒麟纹身开启 残影犹如闪电 朝着萧星宇袭来 她现在只想亲手摘下 这位永夜君王的面具 看清楚那张脸 问清楚这个男人的身份 龙王须脱手出 蹭 一道剑气横加阻拦 萧烈焰出现在上官兰的面前 龙王须缠绕逆拎剑 犹如爱恨情仇的交织 滚开 上官兰低贺道 兰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聊一聊 萧烈焰 当年的龙王记上 从你被刺 我的那一刻开始 你我之间 就没什么可聊的 萧星宇愣在原地 就像一个吃瓜群众 龙王记 萧烈焰被刺了上官兰 好复杂的剧情 萧星宇感觉 屠龙大战期间发生的故事 或许用一本书都讲不完 冥府叶麒麟发出愤怒的咆哮 头顶浮现黑洞漩涡 萧烈焰身旁的火焰龙魂 仰头狂笑 朝着黑洞漩涡撞击而去 一方操控龙王须 另一方挥舞逆铃剑 激烈地对轰 引发夜幕撕裂 汗海破碎 轰隆隆隆 爆炸 爆炸 还是爆炸 两位人族强者 同时展现出神明般的统治力 称霸战场 有那么一瞬间 上官兰的瞳孔 化作漆黑的龙瞳 在永夜里 闪烁着吞噬一切的精芒 萧星宇想要逃出战场 却被周围狂暴的气流 吹得东倒西歪 师父 有没有办法 直接结束这场战斗 上官兔现场教学 萧星宇 《亡灵之书》第三卷 以血为影 召唤灾神谷中 在上官兔的意识指引下 萧星宇深吸一口玄黄气 体内积蓄的灵力全部释放 《亡灵之书》 《夜马翻飞》 定格在第三卷的尾焰 萧星宇咬破右手食指 以血为影 在混沌的空气中 绘制召唤法阵 永夜的穹顶 传来生生不息的震荡 刺骨的寒风 席卷战场的每一处角落 腐朽的腥臭 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嗅觉 上官兰和萧烈焰激战正憨 龙王须以柔克刚 所展现的威力 不输逆灵剑 身为龙闻时 肥也加入这场战斗 爆炸的烟雾中 他放弃人形 化作一条翡翠巨龙 硕大而又锋利的龙爪 划破墨黑色海面 汹涌如潮的龙之力 覆盖战场 直扑上官兰的面门 上官兰一己之力 同时对付燕蒙盟主和龙闻时 这还是在尚且开启 黑龙形态的情况下 这个女人的真实实力 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黑洞 令人生畏 甚至让人生不出 半点想要去追赶的欲望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永夜君王的声音 响彻天地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高空 无法克制内心滋生的恐惧因子 此时此刻 萧欣宇脚踩白骨阶梯 立于云端之上 狂风骤雨 包裹着这具挺拔的身影 呈现出翼王功成万古窟的悲怆景象 亡灵之书 异以生辉 亡灵之火永不熄灭 乌黑的云端 浮现出一座红尾如山的白骨红钟 这座红钟的表面 镌刻着犹如女鬼起舞般潦草的禁忌皱纹 在无数皱纹的烘托下 终身中央位置的龙头浮雕 净显霸气 一双燃烧着灰色火焰的龙铜 栩栩如生 这座红钟 本质与名女嫁衣一样 都属于神器细域兽 名为灾神谷钟 星红的闪电就像鬼魂的利爪 围绕着灾神谷钟 撕扯着永夜的幕布 这只神器细域兽的出现 为世界带来灾恶和磨难 整座战场笼罩在一片阴森逼子的气氛中 即便终生尚未敲响 人们已经陷入精神崩溃的状态 痛不欲生 萧行语的嘴角 一出滚烫的鲜血 同时召唤名女嫁衣和灾神谷钟 已经达到她身体负荷的极限 在世人模糊的视线里 永夜君王立于高空 就像黑暗的主宰 她的眼神空洞而冷漠 冷汗从骷髅面具下方滴落 宛如死神 头下的冰冷泪水 滴答滴答 敲碎每个人的灵魂 露露 莎莎 听到萧行语的呼唤 王之双翼同时出现在灾神谷钟的左右两侧 九尾幽龙湖在左 十条燃烧着龙烟的尾巴 化作铁拳 一同击打终身 灾恶吞天莽在右 施展神莽百尾 比山脉还要连绵的蛇尾 狠狠抽击终身 王之双翼 一左一右 同时敲响灾神谷钟 动 响彻云霄的终身 好似地球的心跳 震翻全世界 空气中仿佛出现无数血淋淋的鬼手 抓到每一个人单薄的耳膜 以及衰弱的神经 乌黑的大海之上 绽放一朵一朵连成片的血色玫瑰 那是暴体而亡的水系魔兽 也是罪恶与浪漫的交响 灰色的闪电 灰色的阴霾 灰色的涟漪 名女嫁衣带来的泳夜 被终身蕴染了全新的灰色涂层 咔嚓 咔嚓咔嚓 噼里啪啦 这不是玻璃破碎的声音 而是空间粉碎的声音 灾神谷钟的终身 悠扬浑厚 震碎一切 顷刻转眼间 混乱残破的战场四分五裂 空气中呈现密密麻麻的珠网状裂痕 随着裂痕的增生和扩散 人们的视野里出现数不胜数的空间漏洞 空间原本只是一个无色无形的概念 但在灾神谷钟的终身下 它有了具体的形状 便是这四分五裂的形状 人们的意识陷入黑暗 五官溃散 不知过了多久 永夜散去 大海重回光明 这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午后 和煦的阳光穿透云雾 在丁达尔效应下 犹如一道道撑起苍穹的光柱 血罗岛沉入海底 罗刹门走向灭亡 空间割裂 偌大的战场被一堵堵空气墙分割剪裁 就像一堆散落的玩具积木 这就是灾神谷钟的力量 展现出对于空间法则的绝对控制 每当钟声响起 来自亡灵国度的音波 就会强行修改现实世界的空间法则 分割战场 分割地形 分割势力 分割军队 继而让一场纠缠不休的战斗 被迫画上句号 上官蓝站在名府叶麒麟的头顶 眼前就是一堵厚重高大 且无法跨越的空气墙 也叫做空间裂缝 它隔空眺望远方 那位身披名女嫁衣的永夜君王 骑在灾厄吞天蟒的身上 批驳斩浪 直至消失在大海尽头 你 究竟是谁 这一战 世间再无黑袍人 但这个世界迎接了永夜君王的诞生 在世人的认知里 永夜君王就是第二个上官瞳 势必搅动世界格局 一艘印有燕蒙标志的战船上 萧烈燕背着逆铃剑 站在甲板上 望着避波万寝的大海 露出欣慰的笑意 还有兴致与路过的海鸥互动 飞走到萧烈燕的身后 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萧烈燕笑着点头 关键时刻 你护住了小雨 我希望小雨 暂时不要再卷入这种级别的战场 她还太年轻 哪怕继承了铜的所有力量 也需要时间去慢慢消化 萧烈燕附和道 你说的对 她距离我对她的期待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斐摘下斗笠 露出一头银色长发 隆瞳恢复常态 是一双温柔的美眸 仿佛两池荡漾的秋水 我要回去了 给小雨做饭洗衣服 才是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 相比龙文使这个身份 你似乎更喜欢小雨姐姐这个身份 斐淡然一笑 顿了顿说 龙文使的天职 就是帮龙王记载龙族的历史 陪伴龙王的成长 不是吗 萧烈燕点燃一根香烟 夹在纸间 一口没抽 已经被潇洒的海风抽掉一半 她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严肃的语气透着担忧 小雨这次继承了铜的衣波 恐怕铜身上的灰烬诅咒 第504章 空间法则之神 终生撕裂战场 也已经植入小雨体内 斐 接下来你多观察小雨 尽量帮她休息 龙之呼吸 增加寿命 以此抵抗诅咒的侵蚀 我知道了 斐化音刚落 身上迸射一道翠绿色的光芒 一只翡翠巨龙一飞冲天 闯入云端 消失在萧烈燕的视野之外 萧烈燕抬起右手 神色暗淡 眸光里闪烁着淡淡的哀伤 来 我真的有些累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一家才能团聚 萧烈燕的右手 与上官蓝队轰过一拳 战斗刚结束不久 右手的指缝里 还残留着她的气息 相比任何人 这个男人背负世界上 最沉重的东西 名为真相 血罗岛之战后第三天 龙国境内 某座烟雾缭绕的原始山脉 萧星宇从昏迷中醒来 冬日的阳光透过枝叶 刺痛她酸涩的双眼 此刻萧星宇躺在美杜莎的怀里 脑袋枕着一双血白浑韵的大腿 沙沙水浴主 你醒了 美杜莎露出欣喜的表情 准备为萧星宇喝水 脚步声传来 戴露手里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兽皮水壶 出声制止 别让她喝水了 直接喝瘦奶 能够加快身体恢复 美杜莎从戴露手中接过兽皮水壶 打开狐嘴 萧星宇迫不及待作了上去 一口气喝光 瘦奶带有浓重的腥味 但萧星宇之前喝过 知道这种东西大补 可以快速恢复 血罗导致战损失的体能和精血 山脉深处 躺着横七竖八 被戴露打晕的雌性哺乳类魔兽 他们的瘦奶 已经进了萧星宇的肚子 感觉活过来了 萧星宇的眼神恢复清澈明亮 原本毫无血色的脸庞 多了几分红润 瘦奶的功效 一如既往值得信赖 洛洛 谢谢你 萧星宇抬起手 揉了揉戴露的狐狸耳朵 注意你的分寸 别摸我耳朵 戴露表面冷漠 实则小脸泛起红韵 每次被萧星宇抚摸耳朵 她都会产生麻酥酥的感觉 如同触电一般 通过交流得知 大战过后 萧星宇昏迷了三天 这三天 戴露和美杜莎 一直陪在萧星宇的身边 悉心照料 如今萧星宇苏醒 这两位瘦人系 美女心里的石头 也终于落下 露露 莎莎 这次血罗岛之战 虽然凶险万分 我差点栽在上官揽手里 但收获对得起冒险 我继承了同前辈的一波 拿到了 亡灵之书 萧星宇抬起右手 掌心浮现 亡灵之书 散发出神秘而又恐怖的气息 有亡灵之书 在 带露和美杜莎的实力 可以强行提升一个大境界 等萧星宇学会召唤亡谷骤龙 实力还会晋升一个台阶 定 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在萧星宇的脑海里响起 恭喜宿主 解锁荣誉称号 永夜君王 血罗岛之战 虽然已经过去三天了 但关于永夜君王的传奇故事 才刚刚开始 短短三天 永夜君王的名号 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能够与龙国女帝 过招的神秘强者 引发四大国度的热议讨论 世人一致认为 这位永夜君王 就是下一个上官同 因为永夜君王的身份 过于神秘 国籍不祥 所以很多势力 都想抛出橄榄枝 神域公会 战神海贼团 达摩克矮人族 祭魂殿 这些世界上 大名鼎鼎的中立势力 都公开表示 想要拉拢永夜君王 甚至其中有些势力 开出更离谱的条件 希望永夜君王 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 带领他们闯出一番天地 由此可见 永夜君王的个人价值 是多么恐怖 强者与王者最大的区别 在于强者永远是 王者身后的追随者 莫要说 那些所谓的中立势力 和其他国度 单说龙国境内 天桥底下的说书人 依靠讲述永夜君王的故事 直接在市中心 换了三套大别墅 雇上了穿女仆装的小保姆 大街小巷 总有人是永夜君王的信徒 七八岁的孩子 只要戴着永夜君王 同款的骷髅面具 就能以孩子王的身份 号令整所小学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基于解锁 永夜君王荣誉称号 发放荣誉奖励 请宿主查收 萧欣宇意念涌动 打开系统仓库 本次的奖励列表 映入眼帘 他的唇角疯狂上扬 比手枪的后座力都难压 奖励一 天启元石 可召唤天启四骑士兽 进行支援作战 每次持续时间十分钟 使用后需要使用 高品质召唤金石 进行充能 征服骑士 战争骑士 死亡骑士 瘟疫骑士 奖励二 飞红眼影 一道燃烧着飞红火焰的影子 可以直接替换宿主的影子 让宿主获得主动剂 飞红附魔 被动剂影之红锡 持续吸收附近敌方 御兽师的灵力 转化为宿主的灵力 奖励三 女武神 魂石 一颗蕴含女武神 马格丽特 兽神体 天使系御兽 等灵魂的石头 可以将其灵魂 附身于天使系御兽 进行作战 持续时间三分钟 一次性消耗品 使用后魂石碎裂 这次的系统奖励 及其丰厚 确实对得起 萧星宇的出生入死 欣喜过后 萧星宇恢复冷静 脑海里浮现出 萧若雪的阴容笑 猫 她想姐姐了 也不知道我昏迷期间 姐姐有没有回家 如果她回家了 发现我不在 一定会担心我 夜幕降临 龙影室灯火辉煌 街上的各大商铺门口 都挂满了大红灯笼 距离龙国春节越来越近 年位也越来越足 不论身强力壮的魔兽 如何肆虐这颗星球 都无法阻挡龙国人 过年的习俗 碧海金服 萧星宇骑着暗影魔龙 降落在别墅门口 看到客厅里的灯光 萧星宇洗上眉梢 急忙冲进客厅 姐姐 萧星宇满脸激动 刚进客厅 就看到正在拖地的萧若雪 小雨 哎呦 你小子一米八几大个儿 直接扑在姐姐怀里 姐姐腰都要被你压断了 萧星宇紧紧搂着萧若雪 把头埋在对方的银色长发里 深深嗅着熟悉的香气 姐 你什么时候从清风市回来的 萧若雪右手握着拖把 左手指了指满地的灰尘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家里好几天没人收拾 脏兮兮的 你这和欣欣姐 玩得怎么样 杨欣欣的厨艺你是知道的 我在她家玩了三四天 吃胖了三 四斤呢 杨欣欣 萧若雪的闺蜜 也是与萧氏姐弟 一起在清风孤儿院长大的玩伴 姐弟两人拥抱温存过后 萧若雪转移话题 这么晚回家 吃饭了吗 咕噜直叫的肚子 替萧欣宇回答了这个问题 萧若雪宠溺一笑 将拖把塞进萧欣宇的手里 萧宇 你来拖地 把客厅收拾干净 我去做饭 做你最爱吃的几道菜 萧欣宇开心一笑 好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萧若雪走进厨房 一根发簪盘起银色长发 戴上围裙 拿起菜刀的一刹那 她不由发笑 相比龙文史 我果然更喜欢 萧欣姐姐这个角色 只要在温馨的家里 他们就是姐姐与弟弟 龙族管家与中燕龙王 作者说 桂花本尊 月落日升 清晨的阳光 照亮辉煌如化的皇城 夜兰殿 这是雪罗岛大战后的第四天 上官兰独自一人围炉主察 眸光总是飘忽 思绪时而走神 殿外传来轻盈的脚步声 身穿雪衣红袍的聂红装 走进夜兰殿 女帝大人 聂红装握紧右拳 放于胸口 这是地魂的最高礼仪 我让你查的事情 怎么样了 属下刚从青龙学院归来 通过询问院长苏如烟 她说最近几天 萧星宇一直在学院里 勤勤恳恳学习训练 中途从未离开过 上官兰让聂红装去查萧星宇 显然并未对萧星宇 完全放下戒心 雪罗岛之战 疑点重重 永夜君王的诞生 另有隐情 这些让人看不透的谜团 导致本就疑心深重的上官兰 变得更加敏感 好 你退下吧 是 女帝大人 离开夜兰殿之前 聂红装忍不住多看了上官兰一眼 等到走出夜兰殿 聂红装脸上浮现惊奇的神色 质感在心里 暗暗迪过 今天的女帝大人 看起来要比以往更邋遢一些 邋遢这个词 听起来不可能跟上官兰有任何联系 但聂红装的形容非常确切 今天的上官兰 与以往那个圣洁不染尘埃的龙国女帝 有很大的差别 她原本瀑布般柔软的长发 看起来有些凌乱茅草 甚至发缝里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 这个最爱干净的女人 从血罗导致战后 就没有洗过头 没洗头的原因 是因为在那场战斗中 那个男人的手指 曾经穿过她的绣发 无意间扶过她的病脚 一头长发 还愚存着她的气息 年轻的时候 谁还不是一个恋爱脑 屠龙大战之前的时光 是上官兰经历过最美好的时光 那时候她每天 与萧烈焰朝夕相处 一起训龙 一起猎魔 一起坐在山坡草殿 并肩见证火红的夕阳 渐变成星空夜色 婚期将至 上官兰穿上绿肥红瘦的古典嫁衣 坐在嫁状箱上 期待自己成为她的新娘 然却天宫不作美 屠龙大战就在大婚之夜上演 两人没有完成婚礼的流程 便投身于烧透黑夜的战火 此时此刻 上官兰感觉一阵寒意 袭遍全身每一寸肌肤 她下意识捂住右胸口 这是心脏的位置 也是一道无法抹出的疤痕所在的位置 那一夜的被刺 让上官兰在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 在一个接一个噩梦中惊醒 被一生挚爱的男人被刺心脏 这种痛苦和悲伤 让上官兰永生难忘 每当想起那个嘴里 总是叼着狗尾巴草的少年 她胸前的伤疤 就会隐隐作痛 啪大 上官兰打碎茶杯 滚烫的茶水 刚刚沾染她的肌肤 便被一股龙怒瞬间蒸发 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是上官兰对于 男人这个物种的评价 目前来说 门心难难 萧星宇 我身边 似乎只有你了 不知为什么 上官兰每次想到萧星宇 混乱的思绪就会停止翻涌 不安的心神 也会渐渐沉稳 龙国女帝并非权力的象征 而是孤独的待旨 上官兰周围的一切 与屠龙大战之前相比 早已物是人非 唯独萧星宇的出现 总能让她回味起过去的时光 侍女情霜走进夜兰殿 女帝大人 按照日程计划 今日下午 您该去越轨城巡视了 不去了 您有其他计划 上官兰单手脱腮 美眸流转 把钱叫来 不客 一头紫色长发的上官浅 走进夜兰殿 母亲 女帝大人 无妨 没有外人的时候 你随意喊我 什么都可以 母亲 找我什么事 上官兰一语惊人 今晚 我们去萧星宇家吃饭 扑 上官浅刚送入嘴里的茶水 一股脑全部喷出 母亲 你你怎么突然产生 这么奇怪的想法 去萧星宇家吃饭 这句话从上官兰嘴里说出 颠覆了上官浅 对这位母亲的所有认知 看到上官兰脸色发寒 上官浅赶紧收敛震惊的表情 小心翼翼问道 母亲 咱们真要去萧星宇家吃饭吗 上官兰点点头 寻思片刻又补充道 你想个合理的理由 到时候就说 你想找萧星宇 我只是陪你而已 啊这 上官浅无言以对 今天的上官兰 让她感到有些陌生 血罗岛之战 发生了太多故事 上官兰见到了很多故人 尤其是萧烈焰和斐 她的心境掀起波澜 只想见萧星宇一面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只要看到萧星宇 心绪就会平静下来 午后的龙影室 掀起一场暴风雪 青龙学院的屋檐上 不知道哪位人凶 对了一只小狗撒尿的雪人 院长办公室 萧星宇推门而入 就看到苏如烟半躺在沙发椅上 手里拎着一瓶见底的福特加 不论是炎炎夏日 还是领冬腊月 苏如烟总是穿着又薄又透 看起来一丝旧烂的黑丝 搭配一双红底高跟鞋 这双眉腿简直就是男人的断头台 院长 您找我 萧星宇满脸写着抱歉二字 苏如烟起身 啪哒一声反锁房门 萧星宇的心提到喉咙 紧张到直流冷汗 别紧张 坐下我们聊一聊 我 我不紧张 你不紧张 那你坐盆栽里干嘛 强颜欢笑 扮演一朵积极乐观的向日葵吗 坐沙发啊 萧星宇坐在沙发上 不停搓着手 憋了半天才艰难张嘴 对不起 在宿舍给我下面要的时候 想过对不起这三个字吗 萧星宇低着头 脸色涨红 她做好了接受任何惩罚的准备 这件事翻篇了 我当做没发声 但我要提醒你 昨夜有一位地魂的人 特意来询问我 关于你这几天的动向 萧星宇心里嘎嘣一下 惊慌失色 我的回答是 这几天你都待在青龙学院 一直努力学习训练 没有外出 萧星宇愣了许久 盯着眼前的苏如烟 院长 你 我 萧星宇同学 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了 好好准备 顺利通过考试 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这是我提前送你的春节礼物 十分钟后 萧星宇走出院长办公室 她的手里 拿着一个兽皮信封 这是苏如烟 提前送她的春节礼物 我下药迷运院长 院长不仅没有惩罚我 还帮我打掩护 又送我春节礼物 萧星宇想不通 苏如烟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 怀揣着满腹疑惑 萧星宇站在空荡的走廊 拆开信封 看到信的一刹那 萧星宇瞳孔炸脸 信纸的开头 印有一颗燃烧火焰的龙头图案 这是燕蒙的标志 信的内容 简单粗暴 尊敬的永夜君王 想不想一起喝杯茶 钓钓鱼 青龙学院放寒假后 我在洪峰岛等你 一燕 字迹狂放不羁 出自萧烈燕之手 在洪峰岛等你